好 我們看一下 達成卓越經營跟客戶親密度 那在這張裡面我們會講到ERP 會再講到ERP 會講到CRM 然後也會講到SCM 公益力管理系統 上游是公益力管理系統 下游是CRM 這是在其中好我們有考過 那中天核心的就是所謂的ERP的系統 ERP就是企業系統 那圖6.1呢就在講 請畫畫到課本的239頁 239頁 這個圖呢就是講ERP的東西 那各位你們ERP操作過後以後你就知道 他們有一個入口對不對 入口就用什麼軟體叫Front-end的燈子 那Front-end登附進去有沒有可以看到 銷售啦會計啦財務啦 人力資源 全部在這個ERP的資料庫裡面 所以呢這些系統主要是因為他們有集中式的資料庫 可以把財務會計製造生產業務協銷及人力資源 整合在一起 那各位同學老師這學也交了ERP 主要是把業務行銷跟 跟財務會計有整合在一起 各位有沒有發現說 你打一個單子以後呢 事實上就可以有一個請款單 請款單誰發出來 是會計行銷裡面發出來一個系統 所以呢 第六章剛剛一直在講企業系統 就是我們俗稱的ERP 我們看一下238頁的這裡 什麼時候 什麼是企業的系統 那企業系統裡面呢各位看到 就是眾所中資的這個ERP系統 這是在課本的倒數第二頁 課本的230頁的倒數第二段 好這是這一章要學習的目標 那我們這一篇的大綱 第一個先講ERP 講SCM 再講CRM 然後再講企業應用 那管理資金系統的專案的 實務也內的部分 我就不講 但是我會講國內的一些案例 那這是每位 烘培系統的一個案例 那我就不講了 好 這個就是什麼叫ERP 對不對 那就是企業系統 那正是在課本的238頁 那所謂的ERP呢 事實上就是一些整合的軟體的模型 還有一個集中式的資料庫 可以把資料 可以讓資料為企業說 不同的企業流程功能領域所共享 這是在課本的239頁那個圖 他們有共同的資料庫的部分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的ERP總結報告 是關系到你們ERP成績的最後一個總結報告 好 通常老師整個答你的Face 很簡單 我看你的白板 看你的畫面 的仔細度 說明多不多 那基本的話 我一定會check資料庫 對不對 你到底有沒有做這個作業 好 那我們都有規定同學 你產生的客戶 你產生的這個物料 都有叫你自己的名字 那你假設要報告裡面來 老師會check這個資料庫 看這個資料庫 我只要把一個單子叫出來以後 我馬上check它的流程 文件流程 馬上就知道你做到哪一個階段了 好 然後這是一個基本要求 然後再來看你的畫面 頂排的分數的部分 好 這是我剛剛講這個圖的部分 就是不管是財務會計 銷售情交 這是SD的模組 這是FI的模組 這是人力之眼的模組 對不對 製造與生產 我們一般叫MM 生產模組 那事實上 他們共用的是一個集中式的一個資料庫 好 這個很重要 好不好 好 這個會重要 所以 我們到第六章裡面呢 老師對於這個 上課已經慢慢有不同的心得 好 就是說 先講概念 再給你們實習操作ERP 然後再講一些比較深入的東西 探討對不對 對 那同學再來 在講這些理論的時候 同學就會比較有感覺 60億的部分 所以同學有沒有發現那個資料庫 有一個集中式的資料庫 在管理所有的ERP的系統 所以這個我們一般的企業系統 它是所謂的 請看239頁 他說企業軟體呢 是一群的數千個 預先定義的企業流程來建置 它可以反映最佳的實務 好 表6.1 好 就這個意思 叫Best Practice 好 這個英文呢 就叫Best Practice 這是 那你們到期末考呢 老師會考大量的英文 所有名詞 所以你們就可能要記住 就是語氣專業名詞 搞不好會考 那這個最佳的食物的部分呢 你們可能要記住 我們在這個SAFE ERP SAFE ERP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要產生一個訂單 都有一個流程對不對 那訂單產生是要交貨 然後交貨以後呢 要開出這個交貨文件等等 要轉移單 要這個出貨過帳等等 那這些流程他們都認為這個叫 The Best Practice 這應該加一個The The Best Practice 各位知道這個英文裡面 The Best是最好的對不對 所以不是Best The Best Practice的意思 也就是說公司不斷以有效的方式來達成 這個你要的目標的這些過程 成為成功的解決方案 這個叫做The Best Practice 最佳食物 所以SAFE ERP的流程 一般都不改 因為他認為這是一個最佳的食物的流程 The Best Practice 那各位同學如果SAFE 如果你要改這個流程呢 就要請資管系的人幫你改程式對不對 如果 我寫一下 如果你認為 如果你認為不是 公司認為不是 那就要改這個ERP的程式 好 就要改ERP的程式 那改ER的程式我們叫ABA ABA 應該這樣寫吧 這叫ABA的程式 就是說你必須要寫ABA的程式去修改這個SAFE ERP的程式 那這樣 那一想到要改這個ERP的程式呢 呃 就會比較麻煩 就比較會 你要ERP 你要上線的速度就會變得比較慢 好 這個是 我們講企業軟體 企業軟體的部分 所以公司要搞一些 它要有一些 它所使用的功能等等 那這裡就是 本章的最終寫習的模組中 你們看的課本238頁 就是說SAFE的企業軟體呢 如何處理一件新設備的採購流程 工廠一項主要工作是允許 就是說主要工作先確認組織內 需納入系統的企業流程 把它納入進來 然後把這些流程 對應到企業軟體的流程當中 就是說你公司 要一個單子進來 你怎麼到出貨結帳 等等對不對 那你怎麼把它反映在你的ERP系統裡面 好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 好 所以企業系統的商業價值 呃 在什麼地方呢 啊 你們看一下課本的 第幾頁呢 你們參考看看 這是在課本的240頁 齁 對不對 因為這個FROMM它有個功能叫資訊系統 對不對 你可以進入資訊系統 可以分析 目前 我們公司目前有多少的單子進來了 這個單子的量總和是多少 已經出貨 未出貨有多少 所以都可以做分析 然後這個月的訂單跟商業的訂單比起來 有沒有衰退有沒有減少 跟童年比起來到底有沒有衰退有沒有減少 這個都可以提供我們整體的公司的整體的資訊 來幫助管理者制定更好的決策 所以ERP的系統的商業的價值 它的價值呢 主要在提供 讓管理者可以制定更好的決策 好 這是講這個 那你們看240頁呢 240頁裡面呢 你們看一下那個 倒數 第二段這裡好不好 倒數一下 你們看一下倒數 一二三 第三段的 倒數第三段的話 倒數的第三 第四行 每位豐培控制就是 我們的這個開廠牌的案例 他把系統客製化比例 控制在5%以下 對SAFE的系統 做最小的更改 並且盡可能使用SAFE內建的工具比功能 那SAFE的企業的軟體中 就包含3000個表格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你們知道資料庫底下 不是有所謂資料表嗎 剛剛ERP的資料庫裡面 就有3000個的資料表 嚇死人了 同學你們建一個客戶 搞不好我們就建一個資料表而已 對不對 那總共這個ERP系統有3000個資料表 那他客製化就是我剛剛講的 大部分都是最佳食物 所以我們就按照SAFE的 所幫你設定的流程去做 但是有一些 你不太滿意 你可以更改ERP 你可以寫程式來改 但是他把它控制到5%底下 因為太多的話 要改的話 會影響到這個上限的時間 好 我們再看一下喔 往下看 請看240頁 倒數的第二行 我們ERP的供應商 除了SAFE以外呢 還有什麼 Oracle Oracle的ERP Microsoft微軟的ERP 還有Info Global Solution的ERP 那同學們就說 老師那為什麼頂性沒有寫在裡面 這外國人寫的書啊對不對 頂性誰做了 台灣做了對不對 現在賣給中國 被你中國制了對不對 那這種華人做的系統 人家老外來會把你列在裡面 這個白種人的驕傲 還好不是講英文 罵罵他們對不對 他講英文 If I teach this code in English They understand what I mean 他就知道我在講什麼呢 就要罵這些白人 是不是 沒關係 這不是罵 因為這是他們心態的問題 好 那企業系統 所資源的流程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呃 你們看一下 企業系統ERP 所資源的流程 這是請看到表6之一 240頁 你們看一下 啊 各位同學 你們 老師教你們是哪一個 教你們是哪一個模組 銷售行銷流程對不對 銷售行銷流程 銷售行銷流程 我們一般簡稱叫什麼 S D 為什麼叫SD 啊 這叫行銷及物流 叫Sales and Distribution 會不會寫英文 SD的意思就是 Sales Sales and Distribution Sales and Distribution 這叫SD 這叫SD的模組 對不對 那在SD的模組 各位你們都知道說 我們有做過這個 啊 訂單的處理 我們有沒有做報價 我們沒有做報價 一般來講 如果有報價 報價給客戶 客戶覺得OK了對不對 就可以把這個報價單 轉成訂單 你根本連key都不用key 我們建一個訂單的時候 各位同學知道 我們是標準訂單對不對 那這個訂單也可以從報價單 轉成這個訂單 我們並沒有做到所謂的簽約 產品組合啦 訂價我們有訂價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發現 條件阻擋就是所謂的訂價 對不對 對這個客戶啊 這個大客戶啊 他買幾個給他多少錢啊 這個我們有條件阻擋我們有做 對不對 情況我們有沒有做 有 我們有沒有做信用查核啊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做下去就是很複雜 所以 信用查核的部分 事實上 在SERVIP是必須的 但是 我們在顧問的 為什麼我們需要顧問師 顧問師可以把這個 有些流程就可以把它pass掉了 自動就隱藏起來 你根本看不到 對不對 了解意思嘛 做信用查核 然後再來什麼 獎勵啦 銷售啦 等等啦 這些都是對不對 銷售規劃啦 獎勵啦 等等 這是我們 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是講這個SD的模組 製造生產呢 是MM模組的 製造生產是所謂的MM模組 就是生產跟自 M是manufacture manufacture 跟 MRP的那個M Must Production 然後 人力支援我們一般 這叫MM 這叫HR 然後這個FI 對不對 那FI可以幫你產生所謂的 總帳啦 應收帳款啦 這些應戶帳款 都可以幫你產生 這些來看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供應鏈管理系統 那 供應鏈我們一般叫做 Supply Chain 對不對 就是組織跟 是一個有組織跟企業流程 所構成的網路 對不對 那 供應鏈管理是 在做什麼呢 來採購原料啦 把原料轉成中間啦 完成並把成品配送到 顧客的手中 是不是 那這個供應鏈管理 你會因為你不同行業呢 就不同特性就會差很多 對不對 是不是啊 同學為什麼有時候 香蕉有時候一斤呢 只有10塊不到 有時候一斤要50塊 就是 這個 它的供應的 它的供應的部分 不是那麼穩定 那採收呢 有時候一次出很多 有時候又不足 所以各行業都不太一樣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講Supply Chain 供應鏈 所以一般供應鏈就是 包括連結的供應商 製造工廠 配銷中心 7-11全台灣只有四個物流中心 北部的是在中壢 中部在台中 南部好像在高雄 很大的物流中心 現在7-11以前是 才幾家店 二十幾年前呢 收才兩千 一千多家兩千家的店 對不對 現在7-11那嚇死人了 快一萬多家的店 我不知道已經多少家了 我估計最少一萬多家 所以在這一萬多家裡面呢 他們會把台灣呢 分得更細對不對 很多細 比如說這個物流中心 設在這裡它方圓幾公里之內的 7-11都有它負責來做配送 這叫物流中心 那這個7-11不是很多家店嗎 他們有這個 有這個網路 會連到這個物流中心去 連到這個物流中心去 它每天 到底要買什麼貨物 都會即使傳送到物流中心 物流中心都會會整起來 到底 需要多少東西 那所有的廠商呢 供應廠商呢 上游的 都會把貨品 移到這個物流中心去 都會運送到物流中心去 然後呢 物流中心有宅機便的車子呢 就會自送 把它轄區內的7-11 每天都會送一遍 來把這個東西送出去 或是有時候一天會兩次 有時候會一次 都有可能 來送這個貨物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的 生鮮超商的 的供應鏈 它有上游的廠商或什麼 那各位同學 我是供應廠商 我想不想知道 我現在 在7-11裡面賣的東西賣得好不好 賣得好不好 好 因為它賣的這些資料 事實上都會集中到物流中心的資訊網站 那我們的上游廠商事實上 現在都會有給它一個帳號進去 然後它就會自己可以算說 這個五月份從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 總共它的東西賣了幾個 然後就可以查得出來 然後它就可以看說 這家店賣了五個 這家店賣了一個 這個家店賣十個 那這家店為什麼只賣一個呢 比如說有的廠商還會特別跑去看 他會特別跑去看 為什麼這家店我的東西賣得特別差 就會去看說 奇怪我的東西居然 被那個店長擺到最旁邊去 所以你不要小看店長 店長很有文言 對不對 他也會決定說 我的東西要擺到什麼地方去 同學有沒有到7-11去 擺的位置 各位有沒有想過說 會不會決定他賣的東西賣得好不好 會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目前的供應人管理 老是以7-11的這個為例 老師你說老師你為什麼講7-11呢 7-11的POSE系統老師做過啊 所以當的系統我最了解啊 所以講這個銷售零售的部分 誰最有實務啊 其實丁國章老師是最有實務的 對不對 其實我是最有實務經驗的 因為那些你們賣的那個POSE系統都是我設計的啊 對不對 早期的啦 那後來跟早期有沒有差別啊 沒有什麼差別啦 你們知道早期 大家都沒有的時候 東西都很貴對不對 現在大家都有的 事實上功能也差不多 所以就變成 我以前早期的這些 同事都不再從事這個行業 所以supply chain那是供應 把供應商製造工廠配銷中心 我剛剛講的這個物流中心所謂配銷中心 零售就是7-11 把它形成一個供應鏈 那這個中間就包括物流 物流對不對 物流你這個東西 配銷東西怎麼把東西送到 門市 門市 客戶就把它賣給這個消費者的手中 那資訊流呢 這個資訊怎麼去跑 錢 錢就是說你跟他訂一些貨品要錢 但是你在消費者這邊也收到錢 這個就所謂金流 所以就有好幾個方向 好這個是 供應率管理系統我們講 Nike Nike的這個球鞋對不對 Nike這個球鞋的這個 供應率管理系統 那Nike是不是很大的品牌 請問Nike有沒有自己做鞋子啊 有沒有啊 當然沒有 Nike的鞋子都是有他的代工廠幫他做的 Nike有沒有設計鞋子 當然有啊 沒有那他這個不是空的嗎 對不對 是不是啊 所以他有荷葉的供應商 那荷葉供應商有時候太大了 你一下子下太多的他做不完對不對 他有第二層第三層 就像Apple Apple的手機 早期是不是給鞋海一家來代工啊 各位同學知不知道現在鞋海不是唯一的喔 有沒有人知道哪一家 我跟他加分有沒有 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來公益Apple的 哪一家 哪一家 Nobody know It's really I'm surprised 啊 沒有人知道嗎 這叫合塑對不對 合塑齁齁 那這個合塑主要是華碩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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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直销商 他在这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直销商 零售商 比如说大中华的这个 这个配销商 然后下面就好多的店 然后客户就可以跟一些店来买 是不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下游 对吧 没错吧 这个就是上游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主要要讲的供应链管理 只要讲到产能 除货 水准跟交互条件等等 会 等一下马上讲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们讲的供应链管理部分 会不会太快 不会吧 老师尽量讲慢一点 那供应链管理系统 有一些 有一些麻烦的地方 就是 它有时候的没有效率 比如说有时候零件会短缺 未能有效利用工厂的产能 或是说你生产过都有 库存太多 还有运输的成本太高 所以运输的成本太高 就是说你 定的太少 然后每次都送很少 事实上不够 就被它常常送 那这样运输成本高 有时候 同学运输的成本跟库存 是两难对不对 我们通常要求人家送这个货 那货的话要有一些 各州有运输的成本 但是如果你定的货量太少 一下子就要再定货 那运输成本很高 但是如果我们定的货品很多 运输成本一分担下来比较少 对不对 但是你的库存就过高 也是造成成本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一些不准确 及过时的这个资讯所造成的 那考试会考你们什么叫长边效应 长边效应叫bore width effect 长边效应 长边效应是指供应链上 有一些二线的循环 原因在产品的需求资讯 随求这个供应链上的成员之间的 循序传递而产生扭曲 所以倘若供应链所有的成员 能分享有关的库存的水准 排程预测及出货的公态资讯等 他们可以精确的知道 怎么调整进料制造及配销的计划 对不对 那这个做最好是Wallmark最好 对不对 我现在卖到多少 你卖厂现在到底剩多少库存 你供应厂商随时都可以看得到啊 不够你自己要去补货啊 对不对 到底一次要补多少货 由你自己来决定 对不对 比如说你一次补很多货 那这个库存就算你的 库存一样是算你的 因为都是放在那个架上 是不是 所以你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什么叫长边效应 那这里有一个图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客户呢 事实上需求只有五个而已啦 那领袖商就想说 那客户需求五个 那我是不是要最少要准备七个 对不对 就比较保险 就准备七个 这单位可能都是亿啦 在五亿啦七亿啦 类似的 或是万都可以 你可以这样看 我们用简单的数字来说明 那配销商就会想说 零售商全部加起来可能是七对不对 我是不是要有一点库存啊 怕不够对不对 他这里就准备说 我是这边要准备到八个或九个 那配销商就跟 零售商跟配销商要七个 那配销商怕不够就跟制销商要九个 那制销商怕也不够对不对 他就准备到十一个 是不是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 然后到这个第一层 第二层第三层 我怕你跟我要十一个 那全部这个加起来可能十三个 这可能十五个 这可能十六个 之类是这样 所以各位同学没有发现说 客户原来可能只需要五个 对不对 但是这个供应量太长了 大家都在预测对不对 都会有失准 都会再增加一点 一增加一点 那随着这个一层越多层的时候 那个准确度就会很差很差 市场上到底需要多少个呢 到这里来 你看多离谱 客户可能只需要五个 到我们最上游的时候 他以为只 可能要到十六个 对不对 类似这样 各位同学知道 这叫长颠效应 那什么长颠效应 就是不正确的资讯 会造成 产品需求的小幅波动 那这种波动会随着你的供应链 越多层的供应链 这个变化的 这个预测 就会失准的越厉害 所以各位同学 第七章 是不是教你们电子商务啊 是吧 第七章教你们电子商务 就告诉你们说 制造商 要卖东西 直接透过所谓的网页 电子商务 直接出货给客户 对不对 是不是啊 这时候的需求的预测 就会比较精准 就会变得比较精准 这考试会考 同学 要记得这个观念很重要 这叫长颠效应 长颠效应 那我们观念 观念管理的话 这个电脑系统 它可以让你决定说 我什么时候来生产是最好的 什么时候来储存移动 订单的快速沟通 一个订单进来了 那一次要 像apple 它的手机 可能就是有几亿支的手机 或什么 一个订单进来了 那跟鸿海来下单 那鸿海怎么去 有办法判断说 这个单子 什么时候可以生产完成 那当然要看我们的工业管理系统 就是你的工厂的生产的速度 到底快不快 也可以帮助你追踪订单的状态 检查存货的可用量 对不对 存货可用量 老师不是有 考试有考你们吗 当你扩存是100个 人家下定单是13个 请一下你的扩存变成几个 懂吗 库存存货的可用量 要监视库存的水准 那你怎么把库存尽量降低 运输仓储成本的降低 这个都很重要 你们在工业管理生产管理上面 不是一个公司吗 一个最焦化 对不对 我怎么生产的东西 让它库存最少 运输成本最低 要一个折中 对不对 我刚刚讲说 一次库存生产太多 一次售后太多 这个运输成本降低 但是你库存的水平就太高了 其他就追踪出货啦 依据客户的需求 规划生产快速沟通 产品设计的改变等等 你们这个加分的部分 我们在这一堂课 老师大概会跟你 稍微公告一下 好 再来是供应链管理系统的 这个软体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 最懒的就是所谓的需求规划 叫demand planning 到底要制造多少产品 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那我们要有这个供应链的直显系统 叫supply chain的election system 可以通过配交中心仓储等来移动 所以供应链管理系统 主要是在做这个事情 好 好 这是讲推式跟拉式的部分 好 好 那 曾有 曾有 曾有供应链及 网际网路的部分 现在的供应链管理系统 都会跟internet的连结在一起 那通常管理者可以透过网页的界面 登陆供应商的系统 来判断存货和产能 适合可以满足公司的产品需求 所以同学现在大部分都是网页的界面 就对了 好 来做管理 对不对 那下学期老师有个课 叫网页资料库的课 也大概就建置在这个 这个网页管理的这个 就是教同学怎么用做网站网页 然后来跟资料库来做连结 这是普遍的这个 的这个趋势 都是这样 我们通常不再做一个软体 让人家来用 我们这直接用网页 你直接登陆来做管理 对不对 好 好 老师等一下 网页管理的部分 你们都用的很多嘛 你们都知道 有必要的话 用我的 写的产纪合作的案子 好 来给他们来说明 好 这是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 那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这个global global global supply chain的issue 这个议题呢 我们英文一般就叫issue 对不对 所以你们如果到外面去人家讲issue issue 你就知道它叫议题 那全球供应链叫global supply chain 就是把这个公司已经进入国际化的市场了 它会把部分的制造过程外包 并从其他国家取得货品的供应 同学在把产品销售到海外 这些公司的供应链 延伸到很多国家跟区域等等 所以我现在要制造 它当然是找到全球可以有最廉价的工资 最好的制造品质 对不对 那这个税也最少的 然后来供应国际市场 都是这样的 我们台湾 现在几乎 中国大陆这边 中国 已经号称是世界的工厂 现在目前是这样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 现在看看很多人就知道 很多人都背货到中国大陆去工作 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台湾没有多少的工作机会 那新的政府上台来 开始有不同的策略 它只要把产业带起来 这时候可以创造很多工作机会 各位要心里有准备 那你们有想到说 我们到外面去工作 Are you ready? 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 要到外面去工作吗 你的技能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这个都非常的重要 这个叫global supply chain的 的一个issue 那supply chain的绩效的标准 可能会随着地区 国家不同而不同 也要反卫 也跟这个国外的政府的法规 会有关系 为什么这个文化商会有差异 为什么张周谋 他要把8寸的精英厂移到大陆去 主要是就近供应当地的市场 也跟中国大陆 中国共产党要求的这个法令有关 他觉得说 你这个 我要买你apple的这个手机或什么 那你有制造的部分呢 这个兼演代工的制造这部分呢 也要必须要在中国大陆 那你要到多少percentage 所以跟国外的政府的法规 包括税啦 这些都有关系 那台积链比较不用怕 台积链是一个国际企业啦 那中国大陆想要窃取他的技术啦 可能都比较困难 对不对 要霸占这个企业工厂啦 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难度 好 这个是DPWare的应用RFID 在港户管理的上面 那RFID呢 是很重要的概念 用在这个物联网上面 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怎么RFID就是用这个晶片 来辨识人的身份啊 是不是 悠悠卡对不对 也是啊 ETC 我们现在ETC不是贴一片那个RFID的标签吗 你经过以后就可以帮你收钱啊 对不对 收费对不对 好 RFID RFID分两种 它有主动式跟 被动式 所以同学 你们悠尔卡是被动还是主动啊 好 是被动 因为上面没有电子 那被动通常是要很近的去刷 才刷得到 好吗 远一点没办法感应 电场感应 好 被动的RFID主要是靠这个 电场的感应 那主动式呢 那主动式呢 早期的ETC是有一个机上盒 对不对 好 或是用遥控器 按 按一下这个遥控的按钮 就可以把我的ID发射出去 是不是 那这个物理网上面 用在物流上面 事实上就非常的多 那这个案例 你们可以自己参考看看 好 那我刚刚讲的 需求的驱动的供应验 我刚刚不是讲吗 它分成 推式 推式叫PUSH啦 拉式叫PUR PUR 我写大写好了 PUR 这个推式叫PUSH 考试必考 好 我们知道第六章 期末考会考很多 对不对 所以推式的模型是 主要是排程的 生产排程是 基于预测 产品的需求的最佳猜测 那产品是被推向客户 好吧 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的同学说 什么叫推式的供应链管理呢 就是它的生产排程的建立 主要是基于预测跟 产品的需求 的一个最佳的猜测 产品是被迫推向顾客的 好 跟顾客去做推销了 推上客户 拉式就不一样了 就所谓的需求推动 接单后来生产 实际客户的下单或购买 成为驱动供应链的事件 那各位同学 现在有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种 两个混合的 像Toyota企业卖的好不好啊 很好 对不对 他们工厂 也会根据需求 来做推测来生产 但是如果热销的时候 就不够卖 对不对 好 那就是要根据订单 有订单我才生产 好 就又变成叫拉式的模型 好 好 那这个考试必考 好 这期末考有考 上届的期末考考这个题目啦 对不对 好 选择体跟填充体好像都有 你们要注意 那推测呢 主要是 这个制造商 商根据预测来生产 然后根据预测来供料 经测商根据预测来设定库存 零售商根据这个预测来进货 对不对 然后 顾客来购买架上的商品 那拉式就不一样 客户下单给零售商 零售商给经销商 经销商给制造商 制造商根据这个订单呢 去做生产 然后跟供应商来要料 所以呢 请问一下这两种 哪一个库存比较小 这库存比较多还是比较少 一般这个一定比较多 这个比较少 好 甚至我们可以做到几乎零库存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呃拉式 是一种理想 对不对 是一种理想 那当然 未来的话就是 呃 因为网路太 呃太厉害了 是不是 我们电子商务 客户直接下单给制造商 制造商 就可以根据到底有 下多少订单 客户下多少订单 马上可以生产多少个 然后出货 好 这样是不是可以做到 所谓的拉式 对不对 几乎可以做到拉式 了解吧 电子商务才有比较可能做到拉式 还有 价钱比较贵的 也可能会做到拉式 好 比如说像汽车啦 好 法拉式的汽车 是不是都手工啦 那一定拉式啊 不可能说我生产了100个法拉式 然后 运到零售商店 那给叫汽车商 帮你卖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景色 看是拉式或推式 两个字面的差别都在这里 好 那未来网继网路驱动的供应链呢 这个部分呢 有合约制造商 虚拟制造商 物流供应商 客户 零售商 经商商 制造商 供应商等等 这个驱动 大概有些物流交换 所以 这个 要不要透过私有的产业等等 驱动的供应链 那 因为它通过Internet 它可以到处 可以下单 就变成一个网状 所以 这个数位物流 有点像神经系统 客户 有需 搞不好跟零售商买东西 有可能跟物流供应商买东西 对不对 好 那物流供应商 可能就跟介绍商来调货 合约制造商 或是有些合约制造商 或是 物流供应商也可以跟制造商要东西 所以 各位同学就是说 未来的供应链 现在不太一样 现在是不是像成一场的 来买东西 对不对 现在不是 客户 可以直接跟制造商来买东西 或是跟供应商 物流供应商等等 所以这里是讲 供应链管理的商业的价值的部分 那各位同学参考一下 那各位同学参考一下 好 我们讲最重要的就是CRM CRM的话 会考很多的题目 那我一面讲课 一面讲重点 好不好 所以呢 那我们是不是有讲过说 同学 重点的部分就是在课程里面 你们上次其中考的话 如果考不好 就是代表你没有看我的课程引带 我的课程引带里面就跟你讲 这个题目会考 你只要去看一定会有分数 就要在这里 那什么是要客户关系管理 CRM对不对 那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客户关系管理 请不下有修过CRM的举个手 我看一下好不好 没有 客户关系管理以前都是大部分 那是张哲敌老师在上的 上的都没有 你们都没有上过这个课 那电子商务应该有吧 有没有修过电子商务的课 有没有修过电子商务的课 举个手吧 都没有吗 也没有上过 所以管理支援一统 对老师来讲就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管理支援一统跟ERP 不化症等号的原因是因为 管理支援一统不只是讲ERP 又讲CRM 又讲电子商务 这些等等 所以 什么叫客户管理 我们希望跟客户建立一个 稳固的客户关系 那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你的客户 你怎么联系他 他服务销售是否过高 他们对哪些产品服务有兴趣 他们花了多少钱在贵公司的消费上面 那接触点是一种客户互动的方式 你怎么跟客户互动 你可以打电话电子邮件客户服务 传统邮件 网站无线的装置跟 零售商店等等 各位同学老师家 家里有装那个有线电子以后 上面有没有电视购物吗 我发现他们的行销很厉害喔 懂吗 他有时候他会画一个简续说 你今天来买东西 你可以折五百块的回馈金给你 什么等等 然后网路购物 电视购物都会这样 今天送什么送什么 只有接在这个时候才有送 很多人一心动就 我需要去买 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不是你需要的 我看他送那么多东西那么优惠 很心动对不对 他们很厉害 在这种行销上面 这个叫接触点 接触点课本有一个 接触点的统计 那这个接触点的统计呢 这是课本的255页 对不对 就是说 直接写信啊 电话网站 电子邮件 还有这个手机的文字的讯息 等等 那现在其实应该还有加一个Nine Facebook都有可能 对不对 Nine的部分 你如果加入好友 他就送你这个免费的跌读啦 他有行销广告都会透过Nine 来告诉你 对不对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 如果觉得说老师我怕我分数啊不好 老师会多出一些加分的座位给你 加分座位就包括这个接触点的部分 这个是2012年的统计啊 那你们可以到网路去找2016年的统计的部分 的资料 然后来交这个报告也可以算这个加分的分数 好 那CIM呢为什么很重要 好 CIM就是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我卖给人家东西的时候 事后我帮他做服务对不对 服务的同时我就帮他行 我就顺便推销公司最新的产品跟优惠讯息 那这样的话 跟他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所以CIM包括哪些呢 哪三个层次呢 销售 服务 还有行销 对不对 promotion啊 这个service啊 销售呢就是这个sets 就是销售的部分 那CIM的系统是一个多面向的观点来检视客户 这些系统使用一些整合的应用系统 来指出客户关系的所有观点 包括这个客户服务啦 还有销售跟行销的这个部分 好 这个是主要在这里 一个多面向的观点来检视客户 那这个 我们怎么做客户的服务销售跟行销的部分 那销售里面就包括电话销售啦 网站销售零售就是 那我们要销售的时候 这些除了这些销售以外 我们要帮他做服务 比如说客户服务中心的服务 网站的注入还有无线资料的服务 网站啊 还有行销活动的资料内容 还有做资料的分析 好有三个层次 多面向的 哪三个面向 销售服务及行销 这个CRM呢 提供个人化的网页 对不对 好 好 各位同学看一下老师的画面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 Starbucks它所提供一个最新的 新里程的 这个CRM 它有所谓的随心卡对不对 随心卡 你可以登录到我的新里程那边来 你如果是它随心卡的部分 好 老师登录进来以后呢 这里就会写 嗨 你目前的星级是绿星级的会员 有没有 你目前有几颗 有没有 你目前有哪些优惠 你看它说 我还有一个会员好有优惠呢 代号是这个 使用代码是H 什么什么什么 好 有效期限到2016年的6月10号 对不对 我现在还有一个免费的中杯饮料 有效日期到6月28号 有没有看到 那甚至 这个交易明细呢有没有 你看这里全部都会出来 有没有看到 你的交易明细的这个部分 它都会全部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说 它这个CRM呢 目前呢 它可以提供这个个人化的这个网页 它可以提供这个个人化网页 那个人化网页呢 从大型的企业的应用系统 可以截取客户之间不同的互动资料 可以用複杂的号表工具分析等等 那我刚刚讲的 先旅程的这个CRM的系统 主要是同学他这里有讲他的概念 是 我 就是 他把这个 把所有的这个客户分成 常常来消费 不常来消费的 他就有不同的这个区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新里程的说明就在这里 他说是结合统一 的这个星巴克随心卡所推的 会员的回馈制度 所以当你完成注册的时候 变成了会员 然后主要他把客户分成三级 根据你的消费的量来做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有这个新里程以后 以前的随心卡是没有记名的 那现在随心卡如果掉了 可不可以报仪师 可以 就可以报仪师 那就是说你消费满66颗星 就可以变成一个绿星级了 那绿星级当然就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 生日礼的贺礼 就会有 这些 还有免费的中杯的饮料 等等 那如果当你到168颗的时候呢 你还给你一个专属的金属的卡片一张 我心里在想给我卡片做什么呢 这是证明而已吗 这个就有点奇怪 那可能让你荣耀 我再20颗星就可以达到 我每天都去跑去消费 就是为了 我都在努力 怎么把它变成一个金星级 好 那哪一天我变金星级 我就在想 我干嘛变成金星级 我这时候在想 好 那你们不要压抑喔 老师 写入文啊 备课啊 好 改作业了 全部都在stopark做 为什么 上面 我如果 想睡 喝一杯咖啡就不想睡了 精神就懒了 对不对 好 那每天消费 我每天都消费它一千 一百多块 所以通常我一个月都加值两三千块左右 那每累 呃 累积三十块 三十块钱就一颗星啦 三十五块钱一颗星 这是他所提供的这个CRM的系统 他主要是来辨识说不同的客户之间 可以给他不同优惠 所以让你客户也常常来消费 对不对 好 那各位同学 他这里有规定 你如果过一段时间没消费 你的什么星级 马上会归零 企业到人没办法到达那个消费的 的那个水平 都会被归零 所以希望就是你常常来消费 所以这个CRM的套装联合包括 夥伴的关系管理 partum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叫PRM 还有员工间的管理 employe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就ERM 他有一些套装的软件 就是说客户哪一个员工 跟哪些客户 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也可以通过所谓的这个ERM 来这个做管理 就是说我们不只care客户 那我们也会注意到说 哪些员工主要是哪一个业务 跟哪个客户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是不是 所以同学你们如果到外面三班里 如果做业务的话 你底下如果一大堆的客户 老板怕不怕你 这老板说 这个客户说我非这个业务不行 哇那老板一定有怕你 搞不好业务一跳槽 就把客户就带走了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同学 那当老板是先 先要从哪边开始 一般就从业务开始 一般在外面情形是这样 有没有听听我意思 在外面都通常是从这个 这个当业务里面开始 跟客户建立一个良好关系 另外客户关于软体还有一些 包括CRM软体的业务的自动化 自动化就是说 我刚刚那个也算自动化 你消费多少自动就变成什么等级 啊就有什么优惠 对不对 好这个也算是一种自动化 那最主要是要提高这个 提高这个生产力等等 来提高生产力 所以CRM软体对潜在的销售跟联络资讯 产品等等 这个产品结构功能 还销售爆价这些功能等等 所以CRM软体主要在这里 那CRM还有所谓的客户软体 我们刚刚讲CRM是有三大功能 一个是销售 对不对 一个是服务 所以我们有CRM软体的客户服务的软体 对不对 客户软体就比如有客户中心啊 这些软体等等 还有网页自助服务的功能 包括网站啊 提供个人化的服务 像网络银行就是了对不对 银行不是有网络银行吗 你只要登录去 你们有没有用过网络银行 有没有 没有我等下登录给你们看 不过我登录的时候 都不能让你们看到我账号密码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我偷偷登录我再广播出去 对不对 是不是啊 然后还有包括一些进步 我们要弄的 所以有销售服务 那当然就有行销 所以老师刚刚讲 CRM最高的三个面向是什么 再重复一次 销售 服务还有行销 他们各有各的软体 行销包括这个电子邮件啊 追踪啊 销售的追踪啊 等等 怎么去知道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这个跟他提供促销 你知道他很喜欢买内衣 那你就跟他讲说 今天内衣有特价 对不对 是不是啊 那他这个很喜欢运动 那他有今天球具有特价 你就可以跟他讲 这行销部分 最好可以做交叉销售的这个分析 然后知道客户交的一个 喜欢的一些倾向 这些等等 只要是 CRM行销软体 只要在做这些功能 这些功能 我们休息一下好了 行销主要就是 把潜在的商机跟客户把它找出来 提供这个产品服务的资讯 筛选潜在的行销对象 安排追踪 直销的等等 丁老师在这个 达马逊的电子商务网站有 注册会员有登录 他很厉害喔 我只要到那网站去 看某个东西多按几次 他都知道你喜欢那个东西 他自动会写个mail或什么 他说这个东西现在在促销 如果你有信息按这个键 马上今天就打几折的人 很厉害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行销的部分 他知道可以知道 他潜在的商机跟客户在什么地方 他也可以分析这个行销跟客户的资料 等等 还可以销售销售的 这个交叉比对 这个是2011年的资料 因为这个书稍微比较旧 所以他现在给的这个资料呢 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对不对 那同学如果觉得说 老师我考试也不是很好 同学可以重新的 到网路去调查一下 对不对 调查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接触点 你怎么跟客户接触第一个 你怎么跟客户接触第一个 职销行销信函是29% 那电话还可能是最多了 30.82% 哦 我不知道是信用卡太多 什么 一天到晚再接到 电话 就是说 我们这有钱 要借 请一下你要不要借 我现在都学到教训了 只要说叫我跟他借钱 我就把他挂断电话 我说 没有 我没有完全挂 对不起我不需要 再见 就把他挂了 我说这样 因为时间上很有限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网站 的部分 16% 网站可以 所以网站也很重要 那有的是写电子邮件 我有时候收到的 行销的部分 有时候用 手机的这个文字讯息 那现在用LINE行销的 还蛮多的哦 那的话 他直接 你如果加入好友 他有一些行销的讯息 直接透过LINE 来告诉你 来告诉你 所以 我现在好像 Yahoo奇谋的LINE 有什么 他都常常会主动通知我 一些什么 有些信息 我看一下我有哪些LINE 专门在做行销的 好 不 那 有 有 那有時候一些行銷的一些訊息 也可以通過9來告訴我 所以這個單有一點過時 mary是對的 但是因為還有新的一些方式來通知你們 所以不斷在興取 那CRM的軟體的功能 我剛剛講就是 只要建置在客戶的資料上面 有銷售行銷服務三個 銷售主要 你賣給客戶要做帳戶管理 潛在客戶管理 訂單管理 銷售規劃 實地的銷售 銷售分析 那行銷就是通路促銷管理 行銷活動管理 事件管理行銷規劃 行銷操作 行銷分析 那服務就是提供一些服務 讓客戶滿意的管理 退貨的管理 服務的規劃 客戶中心及諮詢站 還有服務的分析等等 所以CRM的功能主要是要做這些 主要在做這些 各位知道主要還是分成三個層面 知道吧同學 這樣知道就銷售 行銷跟服務 這三個層面 那客戶忠誠度我們要想知道 客戶忠誠度就是收到服務的需求 我們會得到這個客戶的資訊 那我們從客戶資訊是否可以得到呢 我們來平等 如果是我們就來平等這個客戶 他屬於高價值高中程度的 還有這些 是不是可以提供特別的服務跟條件 如果不是高中程度就交給一般戳合的業務人員 來解決服務的證貸 如果是高中程度就提供特別的服務 那看看如果這個客戶沒辦法取得 資料沒辦法取得 直接轉交一般的這個 合適的 最合適的業務人員來做處理 這是客戶關係管理 我們在第一章有講到 希爾頓飯店還有一個什麼飯店 他們做主要是也是一樣 留住最忠誠的客戶 商旅的客戶是最忠誠的客戶 也是最有看頭的客戶 最有利潤的客戶 好那考試也會考 什麼叫操作型的CRM跟分析型 操作型CRM就是對客戶 直接面對客戶來接觸的 這叫操作型 期末考一定會考 什麼叫操作型跟分析型 操作型的客戶就直接面對客戶 比如說用於業務的自動化 客戶中心跟客戶服務 行銷的自動化工具等等 這個是顧名思義就是操作 對不對 直接面對客戶 叫操作型的客戶的CRM 那分析型呢 顧名思義就是 產出為客戶對於公司帶來的終身價值 那公司的客戶的終身價值 Customer lifetime的Value Customer lifetime的Value Customer lifetime的Value 跟服務該客戶做產生費用的關係 然後來明瞭客戶對公司的 預期的這個 所帶來的效果 所以 你怎麼去分析 這些客戶的資料 終身的價值 一般就是吸分析型的CRM 來做的 那分析型的CRM 主要它的資料是來自於 操作型的CRM 那就是說有一些客戶的資料 客戶的資料倉儲 那分析型的CRM 就做線上分析處理 叫OLAP 我們可以做資料刊刊等等 最後 我們找出有利可讀的客戶 然後來做市場區隔 或是把客戶的輪廓把它描繪出來 好 注意看喔 這叫客戶的輪廓描繪 輪廓描繪我大概知道這個人 是屬於哪一類型的人 對我們公司的價值到底高不高對不對 這個都非常的重要 還有它包括它的流失率啊 好 等等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想知道說 客戶的忠誠度呢 你們就是主要還去看客戶的回流率高不高 如果不高的話 那就是流失率就很高 你要特別小心對不對 那宏達電為什麼 的手機為什麼 他的客戶都討掉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等到跑光了以後 他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對不對 好 通常 這個市占率有時候一兩年就會改變 因為每一個人大概一兩年就放一支手機對不對 他對你印象不好他不會再買你的手機了對不對 好 這個是分析型的CRM這些 那客戶管理的商業價值 它到底有什麼價值就是 做這個客戶管理有什麼好處呢 它可以實踐很多的利益啦 包括你要讓客戶滿意度來提高 或直接行銷的成本呢 也要減少 更有效的行銷活動 還有我們要降低客戶取得 跟維持的成本 你要跟他維持這些關係 你要降低這個成本 不能太高對不對 這個是CRM要做的 所以你知道那個花旗銀行就很聰明啊 你的存款沒有一百萬 對不起我還要跟你收保管費呢 不但不給你利息還收保管費 這個最明顯就是說 他只針對對他有用的客戶來做服務 這樣的話他賺的錢多也可以 給客戶提供比較高的服務 今天如果說有價值的沒價值的 你都給他相同的這個待遇 你公司附和不住啦 你知道對不對 這樣就像說有人啊 吃大鍋飯啊 只吃飯不做事的 那如果太多人的話 你根本這個吃飯你也吃不飽 所以你大概就是只能選這個 對客戶可以提高這個客戶的滿意度啦 什麼 維持客戶成本什麼等等 好那再來就是6.4呢 開始講的新的機會跟挑戰的部分 就是 企業的應用系統 不只需要根本線的技術改革 也要這個企業營運的方式 要做基本的改變 這是講到課本的6.4的部分 好那6.4的話 好各位就是要匡開到課本的259頁 299頁 那這個企業應用不只需要根本線的技術性的改變 技術的變革 同時企業營運方式要做基本的改變 然後 那企業應用系統通常 建立在整體資料定義上面 你要了解這個企業怎麼使用資料 那資料在這個客戶關係管理 工業內管理跟ERP 的組成的一些機構 所以企業在應用上 慢慢有一些新的機會跟挑戰都出來了 所以下一代的 的企業應用軟體 慢慢慢慢會導入所謂的SOA 叫服務導向的一個架構 因為他應用越來越複雜的 所以他有可能是說我這個服務呢 就是說有一點像會計部門 他只負責收錢 銷售部門只負責銷售 但是呢 你要怎麼去組合 你可以用這個SOA的架構 用一個標準的架構去把它連結在一起 這個是這個意思 你們只要知道有一個SOA這個東西就好 有時候解釋很難解釋 因為我要舉例子嘛 不太好舉 那下一代應用系統通常 我們會開始有開放的程式嘛 隨選的解決方案 然後最重要是在雲彈預算裡面呢 就是CRM的軟體 開始 會採用SoA service 叫SS 這是在雲彈預算所提供的軟體 就是說 現在很多這種客戶關係軟體呢 它這個軟體呢 它是在雲的那一端提供給你 加網頁什麼 就是它等於有一個網站 那 網站上有軟所提供的一個功能 然後讓你來做管理 這叫SS 那SS 雲端運算 只要看有公有語言私有語言 如果你的資料是非常重要的 最好自己有自己的語言 這叫SS 這是客戶關係管理的一個一環 比如說 這裡有一個網站叫 salesforce.com 這個就是提供CRM的一個軟體 那當然 你們公司想用呢 就可以跟它租嘛對不對 是不是啊 就是有一個入口網站 它一定有提供所謂入口網站 然後讓你來使用 現在大部分都是走這個 入口網站 這個英文的網頁 你可以叫它翻譯也可以 對不對 它提供客戶關係管理 是一個網站的軟體 讓你用 你看你是小型的企業還是什麼 對不對 啊看 這裡有 怎麼看它demo給你看 I think this has tremendous impact on our culture in terms of us working intelligently working smarter making our business more successful 有沒有 這個salesforce它所提供的 銷售云啊 有沒有 好 服務云 行銷云 然後它也提供一個 行銷社群的一個云 是不是 好 那如果不會你就把它翻譯就好了 翻譯成中文對不對 是不是啊 國外的網頁 國外的網頁 各位同學 有沒有 是不是瞬間它都把你翻譯起來了 齁 這個軟體齁 你們可以看一下它軟體到底有什麼功能 一般它就會讓你適用 你看 小型的企業呢 很適用 還有工業的很適用齁 你只要員工小於99的人 就可以用 網站所提供的功能 來做CRM 那 SS的好處是 它軟體一定是最新的 因為你上它網站用它軟體對不對 你需要下載更新 不需要齁 你上它網站 那裡面的軟體都一定是最新的 這樣講我的意思吧 好處是在這裡 那SS的好處也是一樣 就是告訴你說 你用多少次 我再給你收多少錢 你可以採這個模式齁 是不是 好 而且你要用 一定沒辦法用盜版了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收費比較便宜齁 是不是 老師以前不是講那個軟體嗎 Office以前賣一套 買一套Office軟體要2萬 2萬它是想說 你跟我要 你用 你買一套搞不好 分給20個人再用齁 所以它這樣一除啦 本來一個人只要1000對不對 然後它就幫你算20個人的錢 就2萬 那你SS呢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SS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對了 好 這樣同學知道意思吧 就是 有的客戶關係管理呢 現在已經很多這種客戶關係管理 專門給小企業在用的 然後它的功能性大家都一樣齁 那 你直接上網站就可以提供這個功能齁 那 老師剛剛是不是秀給同學看 要銷售行銷服務對不對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提供一個 社群的一個雲 Cloud 你們知道什麼叫Cloud 就雲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同學如果說 有興趣要去寫這個報告齁 好 這也給你加分齁 還有 有下一代英文軟體 就是我跟你講 好 就是PaaS 提供一個平台 好 那這個平台很多對不對 齁 我記得去年 有一個 我的大學同學 他說叫我幫我做上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在有機的 農作物的平台 這個也很有趣啦 合作社的平台 好 平台當然很多嘛 Yahoo奇摩的銷售的平台 什麼平台 亞馬遜書店的平台 都是 另外 這些等等 好 所以 我們希望從接單到收款服務呢 這些都是一個 負荷的流程 那主要是來自於獨立的系統 還有企業應用系統等等 都會整合在 我們現存的系統裡面 CRM SCM ERP 還有其他的系統 等等 那應用系統慢慢會走上雲端 對不對 對不對 採分什麼叫雲端 雲端不只Google嘛 我剛剛那個也是雲端對不對 直接上網站 來使用這個雲端 啊 欸 我上次有講雲端運算有三個層次 一個是IaaS對不對 還記得嗎 我們考試會考你們對不對 你們再把它記一下好嗎 是不是啊 雲端運算裡面呢 就IaaS 就是提供基礎建設計服務對不對 基礎建設計服務對不對 就Google硬碟啊 那些都算是對不對 好 那我們剛剛 不上那個網站叫什麼 saceforce.com有沒有 那是 客戶關係管理所提供一個軟體 對不對 那個叫什麼 SaaS對不對 S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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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另外 Yahoo奇摩啊 那些平台叫PaaS 好 大家知道吧 所以現在的型態 慢慢走上雲的這一端 在雲端企業 所以 連企業之類的過程 可能都會走到雲端 是不是 好 等等 那所謂雲的那一端是指 Internet那一端 大部分都是用Web來實現對不對 那採用雲端的接應用系統的利弊是什麼 那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好 6至5我就不講了 講資料庫啦 你怎麼設計來分析啦 什麼什麼等等 這個我不講 因為我們這一 因為課程的關係 我們今年都沒有講資料庫啦 好 好